我们就把这个称为艳难的创造的过程 那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会上来说 因为我最近突然发现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和这个塑造角色的打破重建的理念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们就在2018年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在16年17年微博做的还不错 然后因为我们是起步于微博的嘛 然后就在微博做的还不错 然后当因为我们做的不错 所以我们的绝大部分的经历全都在微博 然后当斗银已经起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 这是我特别严重的一个失误 我没有看到 然后在有时候像大雨 有时候像洋葱 我们的就是已经有非常非常厉害的网红起来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有 然后当时我们就整个团队就疯了 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恐慌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说 那一定得好好做抖音呀 然后于是我们就让做微博的团队 大家都去看抖音 去学习 去想着怎么做 然后包括也要求我们在微博上的大博主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能经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还是没有任何的起色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大博主他们的经历全都在微博 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思想全在微博 他们所习惯的创作方式 是三到五分钟的短视频的创作方式 他们习惯了在一场视频里可以缓着说一些事情 可以说一些废话 但是他们不习惯面对一个数品的形式 该怎么拍视频 如何在15秒或这一分钟之内抓住用户 让他们不去划走 这是因为大家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固有意识 尤其像在微博做得好的时候 大家会认为我这些经验就是对的 我这些经验是非常厉害的 谁都没有办法去治愈我的经验 但是当心情才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能花了有半年的时间去说服我们的制作员 说服我们的大博主 去打破他们的不有意识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再回想一下 我刚才说的创造角色的那件事情 就是当你把自己拿着心碎 当你把你现在所有你认为对的经验 把它忘掉 把你现在所有所谓的那些光环 所谓的那些粉丝 全部都忘掉 然后在一个新的角色 一个从零开始的心态 去进入一个新品牌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创造力才会真正产生 因为毕竟在做的都是内容创作者 我相信大家所要的 就是大家有野心 做的事情一定是创造 而不是模仿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当然 Pathy 其实她从微博到抖音 经历了一年的世界 因为之前 其实大家如果会看我们账号的人 会发现 Pathy可能在18年前面的时间 所有的抖音视频 全都是微博的 卡段剪辑 可能因为大家开始Pathy 所以她粉丝量就也还能涨到 两千多万 但其实我们团队自己 包括Pathy本人 对这个都是不满意的 然后又是在18年底 也就是几个月前 我们才下一个决心说 哎呀 团队的朋友们 好好看一看竖屏形式 好好看一看这种新的 短的形式 怎么样去做 于是呢 她们她的团队 就其实很痛苦 我真的 我就确实是很痛苦的 因为大家的思维模式 全都在三到五分钟的视频 全都在于我 一个礼拜写出 一两个礼拜去 非常仔细的去编排一个脚本 想一个非常完整的选题 但是现在你让我在一分钟 这种形式下 我真的不行 做不了 然后大家有会觉得 AW现在分发出来的这些 爆款视频 它是这样的 大家就不理解 但是其实都是在 被这个固有的意识 所束缚住了 于是大家就 看清楚 自己的固有意识 不能再存在 打碎 打碎 打碎自己的固有意识 然后从你开始的 去看 Going Passion这样的品态 当然我们还有 还想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也在慢慢的摸索 这是PAPI 然后再说一个所长的案例吧 所长是PAPI Tube 我们自己的员工 然后后来在微博上成为了大号 18年 他微博大概200多万粉丝 然后在那个时候 因为是我们在帮他剪卡段 所以他的抖音 可能30万粉丝都不到 这个是半年前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 当抖音起来的时候 就跟所长聊了这件事 然后也请了抖音 做抖音非常好的人 就是非常有经验的人 来我们公司做分享 然后当时所长就学得很认真 后来回去以后 他就把自己 说的是同样一个产品测评 或者好多分享的事情 但是他把它整体全部都拆分 就拆碎了 等于完全换了另外一种形式 一个抖音就是说一件事 然后把它发了抖音 当时他是在短时间之内 长了几百万粉丝 那他19年面临的 又是新的一次打破和重建 因为像现在这样的内容 在抖音或者说这些品牌 也比较好合 因为做这样的内容的人 其实已经很多了 那于是他也面临着一个 System的打破和重建 同样要把自己再打个System 然后再算一些 生发出新的内容 这个是所长 然后Israe呢 Israe是一个在抖音 也是System非常快的博主 他在18年的时候 我们是一起 其实一开始是做微博的 但我觉得他在抖音 能够做得这么好 神经美贱 微博其实没有做得特别好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 微博特别舒服的方式来做视频 然后当时在抖音 他就把 因为那个时候 Vlog算是比较兴起 然后他把一种 他做了一些 其实他是 怎么说 开创了一个Vlog的 一个新的表现形式 做了一种 经过细心电台的 有内容 每一集是一个 软整故事的 这样的一种Vlog形式 那他其实在 18年 抖音迅速吸收之后 也看到抖音平台 有非常非常多 跟他极为相似的 内容的出现 那 于是 前两天我们跟瑞聊天 我们说 看到我们又要变了 就是继续要把自己打碎 这种内容 还是要缓 不然的话 就会被 已经非常拥挤的市场 挤死 然后再说 这个是我们另外的 两个抖音博主 一个是 一个是锅盖 然后一个是爆开草莓粥 按照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两个账号 其实 我觉得他们是在 做账号的过程当中 就把自己给打碎了 像比如说锅盖 他在 这是他的大套 然后他在这个套 做到一百万粉丝的时候 其实就一直都不在 都不找他 然后 就不焦虑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哎呀 一百万粉丝 就也别想着什么经验了 于是就试着做了一个小套 尝试了 不同的类型 后来就是 一个敲镜子的 形式 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的粉丝 然后爆开草莓粥也是 作为一开始做服装穿搭 一直都不破 做一百万粉丝 做不到几十万粉丝 做那个时候是这个大号 呃这个爆开草莓粥这个号 做了几十万粉丝 然后呢 就也是觉得不得气 于是又做了一个小号 叫爆开 然后这个小号呢 就一块用一种 rap的形式 然后加上跳舞 加上rap 然后唱了一段 非常魔性的 呃的的的歌 然后没想到那一段 魔性的歌就在等火了 然后在那一段时间 其实很多做抖音的创作者 也都在把这个歌来回来去的玩 嗯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 大大小号把大号给带火了 锅盖也是小号把大号带火了 他们其实就是 我我举这两个例子的意义 就是说他们其实抖音创作者 或者说在小视频平台的创作者 其实他是需要不断地 打破自己的创作思路 不断地才能拥抱 可能才能保持一个更成就的生命力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也很担心 我们也很担心 我们也很担心我们的生命周期 嗯 很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之前演示剧 大家在看演示剧的时候 可能三四年 大家会集中 就是跟坑作业类型的东西 比如说叠战剧 武装剧等等 然后那在微博微信的那个时代 大家可能是一年会跟风做一种 同样的类型的内容 但是一个同样的内容 它可能同类型的内容可能也就不 可能活一年再过一年 如果再不创新 可能就被人懊悼了 但现在这样的数评时代 一分钟短数评的时代 它让我们更加的紧迫 它可能三四个月就会火一波内容 可能就有一波创作者被人懊悼了 所以这对于内容创作者 对于在座的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动荡和变化的年代 但是 我觉得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 就不要害怕 就不要害怕 就勇敢的去变吧 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本身 我们是有这个 我们是有那个 怎么说呢 我们是有这个使用感 去创造更新的东西 因为这个市场需要更加百花其放的内容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想要进入短视频这个行业 不要模仿 模仿的话 可能比如说人家做出了第一个 你能做到第二个 那可以 但是如果人家都做了五六个 这样同类型的内容的话 就不要再做了 再做也做不成啥样的 不如做一点新的东西 那有可能就会是每次的新的第一 然后 其实现在的机会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给了很多的新品 给了很多的新内容 更好的表现机会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 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团队的要求 就是不断要做新的内容 然后打开边界 我想说的是 比如说现在在做的 有的是做直播的 然后我们之前可能是做微博的 然后之后可能做的 但我们也可能将来又去做别的 也可能我们也会去做直播 这个就是 大家其实是在不断的 不限制自己 让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 或者更擅长的事情 那我只是一个自己的例子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当台是拿着一个相机上的台 就是身为一个 旁边就这个 安心的负责人 我现在自己也已经开始拍Vlog了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其实做内容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但心理上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旗下可能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创作者 那当这些人看到我做的视频的时候 一定 就我之前会这么想啊 就这些人看到我做的视频 我的相机停了 这些人看到我做的视频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哎呀 你这个做的内容这么差 你有什么资格去引导我们呢 你有什么资格去引导我们呢 但后来我可能经历了有一到两年的时间 去让这个障碍包裹住了我 让我没有办法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今年是一个Vlog兴起的一年 然后我发现其实Vlog这种东西很适合现在的我的状态 就我不管有多忙 我不管是什么样的体验 我都可以把这些东西拍出来 然后我是这样打开了我的边界 我觉得其实这不重要 别人怎么看这不重要 虽然是负责人 但是我即使做的差 那又怎样呢 现在我都是二个粉丝 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我觉得我 拓宽的边界就是 就其实也是 让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创作者和制作人都要拓宽的边界 就是什么事情如果想 那就要去耐撑那一步 可能耐撑那一步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所以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包袱 往往都是因为这些不重要的事情束缚住了我们自己的行为 才让我们没往正确的路上去走 所以今年我们自己团队要干的一件事就是不断的试错 就是放下自己的脸 然后也是太激烈和比较困难的脸了 我觉得如果特别特别不爱往前走 不爱去尝试的话 我觉得是容易被淘汰的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经过了两到三年的发展 不管是在内容 不管是内容创作者 还是NCN机构 还是各个平台 都已经找到了自己要走的方向 那如果有详心入局的 我的建议是 就认准自己要干的事情 就认准自己要干的事情 然后就坚持下去 不要太看别人在干嘛 我要不要去学一下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 只有自己才知道 什么是在赚钱 什么是在亏钱 别人有的时候说的在赚钱的事情 他不一定是真的在赚钱 所以找到自己的特点 对于网红 对于内容创作者也是 找到自己的特点 不管当你的特点在这个 在最后的用户心里立住的时候 你的人被别人记住的时候 不管你到哪个平台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底 那以上就是基本上 我的最近的一席思考 分享给大家 我说的有可能不对 希望 你说啥 我没听见 就很有可能是不对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也经常会变 所以大家判断着听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 很高兴在今天见到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和抖音 关注我 帮我转发评论和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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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